施坦威钢琴是每个钢琴家的梦想,也是95%以上独奏艺术家的首选。 除了经典优雅的黑木琴声,施坦威限定版及特别版系列都能完美传达出您的独特个性和品味。 165年来,施坦威征服了无数钢琴演奏家,全球全施坦威学校也超过200所。 正因如此,施坦威钢琴也成为朗朗、黄宇佳和张浩晨等顶级钢琴家演出的唯一选择。 最后一档,军号响起,全场默哀两分钟。 国上日,加拿大总督帕耶特总理特鲁多邪夫人都为加拿大军人代表出席在沃泰华举行的悼念仪式,并向战争纪念碑进行花圈。 特鲁多发表全国讲话,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有超过100万军人入伍, 为保卫世界和平英勇战斗。 二战结束75年后的今天,加拿大国民在缅怀先烈的同时, 更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 And 75 years later, we still owe so much to those who help make our country more prosperous, secure, and free. We walk in their footsteps, as we tackle the challenges of today, a new and different type of battle in the form of COVID-19. And through it, all Canadians and our Canadian armed forces have continued to answer the call. In the form of helping our most vulnerable, they once again put their lives in harm's way for others. 为遵守疫情期间限聚令的规定,加拿大多个城市的悼念活动都没有邀请公众出席, 而是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 在温哥华唐人街,加拿大三级政府与社区代表向仙桥纪念碑尽线划圈。 我亦都很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向我们华裔后代, 讲述我们当日华侨仙桥为我们争取到的权益, 让我们能够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些发言。 亦都希望借这个机会大家教育我们后一代, 我们是华裔,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对加拿大国家应该尽一个责任。 另外,为了协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退伍军人家庭, 加拿大联邦政府也宣布拨款2000万家元, 用于设立临时的退伍军人机构紧急援助基金。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温哥华报道。